这位女士要给大家朗诵一首诗 活着真好 意外灾难 汶川楼板分不清地头顶着金石官冒活着真好 不要再为身外之物事态炎凉烦恼 汶川的废墟掩埋了多少豪情重置 总是纷扰 朋友也许你还在给患德患心碍然神圣 你也许在奔波的路上迷失了孙海的风向 你也许在沐浴河流中浮躁的深邃的思想 你也许在世俗的纷扰中无法阻止膨胀的欲望 那你 你就来山水人家了 你也许在沐浴河流中心碍然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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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浴河流中心碍然神圣 不容易要朋友们珍惜我们的缘分吧 我们相约年年都在这里 报道 一个也不能找啊 让快乐平安健康永远伴随我们到老 好 你们说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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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白泽不肯 给你们知道 活着 真好 三十八年 三十八年 谈旨一会间 放风 昨天刚刚过完六月儿童节 五四新年节 传言 聚在九九同阳节的路上 快把嘉宾的奔跑 朋友们 告诉我 时间都是哪儿了 告诉我 时间都是哪儿了 对 活着 真好 林月 往这边好好看着就好 六们 我们的身边有多少 永远也来不了林滩的朋友 曾经的一生再见 就是永别 曾经的一个转身就是阴阳两格呀 朋友们 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还有什么想不开的 好好活着吧 活着就是阴到你 活着 真好 要把每天更好 健康是福 快乐是宝 活着 活着 小便 活着 太多了 三宝 活着 生命好 由你们在我的身边围绕 我要记住这份情 这份爱 时时刻刻为你们祈祷 你们会活得更好 我要时时刻刻为你们祈祷 你们会活得更好 好